那個我們在看 就是說你看他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都是這種草有沒有草地 他就他天然這個不是人特意去種的啦 那這個就是跟我們講 剛我提到那一件事就是說 不是所有地方他一定都要演化出森林來 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環境我們還是要去看環境 那你看這個他也蠻典型的 就是說底下這個地方 為什麼狗藥根比較多 然後上來你看這個邊邊才有這些東京局 因為這代表說他們對水的那個忍耐 耐受性不一樣 這個下面他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個就是有鹽的這個土 那為什麼這個土會弄在這裡 然後這一塊都沒有 你看這一塊都沒有植物 因為水會進來 這個旁邊這個水在漲潮的時候 他會進到這裡來 他進到這裡來的時候這邊會積水 所以長期積水的話連狗藥根也不長 狗藥根就長到那個水 水最常出現的邊邊 但偶爾有一兩次淹得比較高的時候 這個狗藥根被淹到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長期都積水他就不行 所以他就變成這樣的形狀 然後你再上到這邊來的時候 這個東京局才會開始出現 因為他會長在水邊 等於說水的最高點可能到這邊來 他幾乎都不太能夠淹 可是他喜歡長在這個岸邊的這種環境這樣 所以他就變成 這邊是狗藥根 然後在上面是東京局這樣子 因為假設說 東京局跟這個狗藥根的 的那個生態環 需求是一樣的 他們就會混在一起 就不會這樣子 壁壘分明這樣 一樣這個狗藥根也是 他假設能夠很耐水的話 那他就不會 他就應該底下那一片也會 不會是一片空的在那裡 這樣 鹹的啊 鹹的 吃土 吃土 這個吃土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吧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岩澤有看到那種 就是皮膛型的有沒有 還有這種就是比較屬於草摺的 大概我們在課堂 有講過幾個類型吧 海恩的類型我們都有看到 算蠻不錯的 原先我們去勘察那個點真的是 慘不忍睹 還有這個從那個 Google接引圖還蠻有用的 看到這一邊可能 是一個不錯的教學場域 我們上次去看的那個是什麼 那個東石的 熬谷濕地 那個整個人工改造 他是國家重要濕地 但是人工改造程度很嚴重 那這邊的話 他基本上重點就在那個智岩 就是讓大家體會那個智岩那一塊 所以這邊他都沒什麼更動 所以還好 那個熬谷濕地 因為國家重要濕地 因為國家重要濕地 這個是大花鹹蜂草 他原來的那個生態被 大花鹹蜂草 因為金貝的關係 就是鬼針 沒有 他這裡 你看 國家重要濕地 反而還保留了 因為長在這種環境 他長 營養不良 蛤 不是 這是大花鹹蜂草 他原本也是像這樣的原則 但是就是 剛剛熬谷濕草 講到這個英文不良 就是剛剛 朱老師講的就是那個 那個 國家重要濕地 然後就是經費下來 大家就想要去富裕濕地 然後就重重重 然後就原本的 職群沒有很很 就是比較沒有注意 然後結果呢 反而把人為重職去取代原來的職群 然後反而 原本我們是要去熬谷濕地 帶大家去看 結果我們那天去看的時候 就已經是 叫做體無彎 所以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蘇老師才特別 透過Google街景 然後看這一塊 比較具有那個 我們就是海岸沿澤濕地的 這種代表性的樣子 大家如果要看這一類的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永安濕地 在高雄那邊 潔定 那個 其實最好 我覺得永安濕地更好 因為它的 它的比較完整 可是就是 因為我們的 動線關係 就是 如果我們要到 拉到永安濕地 看那個 那個環境 那個原則 那 我們等於是要先往南很遠 然後要往北到烏山頭 那交通的時間就要拉很久 所以 才想說 那個 那個到 嘉義 這一帶看看有沒有 類似的環境可以看 所以大家如果以後是自己來的話 或者說你想要去探訪 你可以去永安濕地看 永安濕地那邊的原則更發達 而且那邊的種類也比較多元這樣子 然後那邊也有紅樹林 就是它也有紅樹林的環境 所以那邊有海傑東 那個蘭梨這一類的這樣 所以它那邊的算是很多元 那為什麼那邊會比較好 是因為 那個是台電的地 就是那個永安濕地是台電在經費支持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做過度的東西 那但是像這個剛剛講那個 熬谷市地那種國家重要市地 因為在那個 內政部因為市地法的關係 它每年都會撥經費到重要市地的保育 那重要市地的保育 大部分都是在地的一些 就是講說社區發展學會這些拿 那他們拿了之後很多都是做工程建設 大部分是 因為它那個土建的經費會比較高這樣 所以他們很多是做到這邊 因為它要做土建 它就會把景觀做大改造 這是蠻可惜的 所以就是說大家如果想要看沿著的話 另外一個可以選的地方就是去那個 永安濕地 這樣 好那我們就 好 好 好